資深媒體人周玉寇在臉書寫下 前交通部長林佳龍愛將王毅川 自行宣布參選台中市長 可能為民進黨佈局投下一顆震撼蛋 王毅川曾經是前台中市的交通局長 也是前台中市長林佳龍的子弟兵 直接表達了想參選的意願 我有很強烈的意願 想要代表民進黨 來參與這次的台中市長的選舉 那最主要是因為台中市 這三年多以來治安 包括虐童 虐嬰 街頭暴力 這些事情都讓我們看不下去 王毅川希望民進黨可以選他出戰 更強調盧秀燕執政 這三年來治安都沒有變得比較好 認為要有年輕世代來改變 而黨內原本呼聲最高 最有可能參選的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聽到消息則說 我沒有什麼看法 任何一個現在是徵召制度 所以看黨的徵召誰 另外還有立法委員何欣純 也是民進黨台中市長熱門人選之一 全國黨代表大會已經授權 蔡英文主席來做六都首長 市長候選人的提名 所以我們尊重中央徵召的制度 希望選隊會趕快啟動徵詢 何欣純強調尊重黨中央徵召的制度 希望選隊會趕快啟動真實提交名單給黨主席 趕快選出民進黨台中市長的參選人 華西雲鈴盛張淳豐台中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介紹